小伙伴们好,我是冷姐 1975年指导过唐山大修和金武门 把李小龙捧成巨星的罗维 决定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 雄心壮志地准备打造下一个李小龙 1976年他就找到了候选人 他叫陈岗生 一名叫袁龙 名字不想亮,罗维不满意 和另一个金牌经纪人陈自强商量 什么袁龙,什么子龙 最后还是陈自强插了一句叫长龙吧 可惜罗维是公认的运气爆好,才气不足 这位新人连续出演多部电影 校方都很惨淡 直到1978年一个无心插柳的拍戏机会 改变了这一切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成龙成名作 蛇行雕首的幕后故事 从1976年到1978年 罗维连续让成龙主演了《心经五门》 《少林牧人像》 《全晶》等近十部电影 但目不亏本 甚至到了全晶 已经有发行商拒绝成龙主演的电影 这很大程度是罗维导演能力不足造成的 这位老兄眼光极佳 李小龙、成龙、李廉杰三大功夫巨星 罗维都抓住过 可惜一个都没有抓牢 当年成龙跟罗维签约 签了八年 一个月给三千港币 拍完一部电影再给三千港币 当然成龙还是新人的情况下 条件哥哥也能接受 转折很快就来了 连续的票房失利 让罗维司机开始紧张 罗维还责怪陈自强推荐了成龙 这个时候陈自强接到了一个小电影公司 《思远之编》的电话 《思远之编》规模不大 但老板吴思远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电影人 吴思远的意思是 他们想借用成龙三个月拍几部电影 他们会付给罗维六万块 并所愿用 更有意思的是 罗维当时对成龙很不满意 还讽刺的说他愿意给吴思远钱 好让成龙几个星期都不要烦他 就这样吴思远花了六万块就借来成龙 只是当时他不知道 这成了成龙一飞冲天的转折点 其实真正要借成龙的是袁和平 袁和平和成龙是同一个细项出来 算是成龙的师兄 是袁和平指名要成龙出演 据说是看过了成龙的电影 和平和平给了成龙极大的自主权 甚至成龙把它称为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成龙电影 电影拍完还有不少的发行商 疑醒吴思远 成龙电影会让他破产的 而电影票房打了这些人的脸 在42年前的中国香港 电影票房获270万 然后中国台湾市场全线飘红 最终电影全球票房 突破650万美元 是当年华语编年度亚军 一夜之间全香港都知道了 功夫小子成龙的大名 之后的故事小伙伴们应该知道了 借走成龙的这三个月 成龙还主演了一部最全 香港票房676万 全球票房1500万美元 华语片《宁度冠军》 祖子成龙掀起了一股 功夫喜剧片《狂肠》 有趣的是 当成龙回到罗维公司 三个月前 成龙像一件旧衣服一样 被随意借走 三个月后 罗维亲自来迎接成龙 但裂涵不会轻易消失 罗维很快将失去成龙 这就是后面要讲的故事了